文浩宇要开始吃饭了 321 面前有4个小零食 时候可以选择你觉得你最想尝试的是哪一个 好我最想尝试的是这个 那我们可以先开始吃 但我觉得就是这个是最后鱼 因为我最想尝试它 所以就是把它放在最后 我想从这个开始吃 我都想好顺序了 来大家就是这个呢 我不知道它是什么名字 但是它看起来非常好吃 又非常的好闻 你闻的时候有点什么味道 不知道就是吃的味道 家人们大家晚上好 耶 来给大家做一个小手的ASMR 准备好喽 就是我觉得有一点点辣 但是很好吃 就是可以就是一直吃下去 好下一个 好不知道对对不起 锅巴不是锅酒是锅巴 锅巴然后第二个是这个 这个是不是那个玉米的那个味道不是吗 它也是辣的味道 很有意思 我知道你们的逻辑是什么 我都看看看看通了 我跟你说 你们是选了几个辣的东西 再选几个就是这种很甜 就是那种牛奶味道 这也是就是酸酸奶是吧 让我就是不辣 好不吃 来吃了 下一个 下一个 我们要吃这个 我猜这个也是辣的 准备了 嗯 芝士 哇 你觉得不辣 那你没有试过 我们的逼吗 你刚才说的是酸 那要怎么样 这个 这个我也知道 它那个是小兔子的糖 很好吃 但是很黏 就是你吃完就感觉 你牙齿都会掉了 那种感觉 这个纸可以吃 对吧 这个糖就是 很有特色 一种牛奶的味道 有点甜 还没点点咸 还有它特色是什么呢 它这里我给大家看一个 它会有纸 这个纸会吓死 所以第一次吃它的 因为会觉得 哎 没有纸呢 这能吃吗 这是不是就是 吃什么酥料袋啥的 不是 咱们这个非常的就是 其实我特别想说 为什么有这个纸呢 它是糯米 防止它黏住 就是相互黏住 嗯 这个要吃好久啊 没有 其实当时 最后吃这个 嗯 这个早说 咱们就等一会儿 好 好 这个是 啊 哦 哦 这 对不起 对不起 这什么水果呀 它好好喝 你东西真的都好好吃 它不是水果 不它是酸奶 它是什么味道 这个也很好喝 这个它是一种很甜的 水果味道 来 这个有一种就是非常辣的味道 来咯 吃咯 实际上它有一种非常辣 它后面才会来 吃的时候就不会太辣 吃完的时候就有一点点辣 我觉得两个 我最喜欢的是 我觉得这个辣条和这个 现在很晚了 所以大家呢 要早点去睡觉 我明天早上还得去成功 所以现在如果你不睡的话 明天就拉跟我一起去成功 所以快睡 晚安 拜拜